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间的话就给大家看看加拿大的四季之美 因为我有把我这七八年八九年来照了照片 我整理起来我分成春夏秋冬 然后配上维瓦地的四季交响曲 所以他春天的交响曲我就放春天安大略省的景色 夏天都放夏天的秋冬都有这样 最后让大家欣赏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一包眼福了 大概吧 那你说要告诉大家 跟大家说说关于健行的装备 那一般健行跟我们普通就穿个球鞋去走 有什么不行吗 一般普通的球鞋不能穿吗 事实上是这样 穿球鞋也可以 但是有机会受伤 因为在郊外的话 他那个地有树根有石头 你脚很能够踩斜的 然后脚都twist 那个你的 ankle 会拐到 脚踝骨那个地方会拐到 一拐到的话 有的时候你久了半年都不能走 那不像我们在四季都是平的人行道 对不对 那你这样会想说 那我为什么要到郊外去走 事实上不一样的 你在四季里面走 那平地 你用了每根肌肉 你脚底磨的地方都是一样 因为它平了 所以你脚很快就酸 脚长会麻 你走个一小时你受不了 可是你到郊外走的话 因为它地不平 歪歪曲曲的 你的脚部的肌肉群 那个 ankle那附近的肌肉群 脚踝肌肉群 每根都有用到 所以脚会壮一点 强壮一点 所以它会刺激的面比较广 对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你会有机会扭到 对不对 所以我劝大家最好花个钱 买一双好的那种 健行的装用鞋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 介绍一下 大概装用 专用的健行鞋是怎么样子 它有分男女生的吗 有 因为男生的尺码比较大 那女生的 除了大小size之外 其他的基本的配备 或者基本的功能 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功能都是一样 也不会因为这是健行 不会做的 女生做的比较花俏一点 没有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都一样 只是大小尺码不同而已 对对对 那马龙脚上穿的 就是健行鞋 脱下来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一看 这个第一点 最重要点就是说 你买的时候 一定要买这样高筒的 你不要这样 高筒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它会包住你的 你的脚关节 脚踝的关节 Ankle正好在这边 包住 包住 如果你不小心 这样一踩歪的时候 一踵的时候 它这个会顶住 所以一顶住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受伤 你就不会折到底 只有稍微扭一下 那个没有关系 保护得很好 所以你很注意 很多人都买这样 low cut的 他认为说 哎呀这包装会很热 事实上放心 加拿大不会热的 因为加拿大为什么不热 你知道吗 它很干燥 然后温度不会像台湾道 三十几度 而且你买 一定要买这种真皮的 然后也要买一种 叫做Gortex 这个地方有一个牌 叫Gortex 这种东西 它就是说 它有一层 皮有会通气 对不对 但是水会跑进来 它有一层 那种杜邦发展的 那种杜层 就是说 它的水分 它的密度 比水分子小 但是比空气的分子 它比 水分子比它大 对不对 所以水进不去 但是空气分子比它小 它可以透气 所以穿起来并不会 所以它可以防水 等于说 对 防水 但是可以透气 对 像穿这一双的话 你如果要涉水了过 哪边淹水涉了过 你不要超过脚的地方 水都完全不进去 因为这个地方 它有整个折层起来 那大致上 你如果花个150到250之间的话 就买到不错了 一双鞋子穿个五年 甚至于十年都可以穿到 我这一双穿了大概 差不多六年有了 那所以买品质好一点 六年是大概平均多久用一次 我每个周末两天一定走 然后周日之间的话 我还要去探路线什么 所以我一个礼拜平均下 至少至少有用三次 而且我走时间都很长 一天起码走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我自己探路线的时候 甚至于早上六年初 晚上回来都九点十点了 所以这种鞋子很耐穿的 那进行是很节省 很经济的一种运动 只要一双好鞋子 一个背包 什么都不要 你去打一场高好扶球 花起来的话 起码都要四五十块 上百块很多要 所以不要节省在这种鞋子上 买一双好鞋 保护你的脚 然后再来就是背包 背包我们这个lay hike 就一天的话 也不要买太大 可以装下个水壶 装个那个点心 还有装个午餐就够了 所以背包的话 并不要很讲究不必 背包有没有说 特别要什么样形式的 还是随便什么样的背背就行了 背包是这样 有一种新的design 它背部靠近你背部 它有个网子这样 然后和你这个背包主体隔开 中间有空气可以流通 所以它网子的话 不会说整个背包的背部 贴着你的背 然后流汗的汗湿这样子 所以通气 它隔开中间用网子 所以这种 要的话你就买 分析一点就买这种 可以 所以让我们不会觉得 那么不舒服 那么不透气 是不是 对对 那这个贵也贵不会很多 那其他装备的话 登山帐的话 不一定要 因为多人多 事实上是践行者的天堂 他山路不多 事实上山路多的话 对身体病不好 我们膝盖使用过度很快就 会膝盖也出问题 所以说温哥华虽然漂亮 它不适合践行 因为一走的话 开始要爬山 要下坡 那对膝盖损伤很大 那多人都很好 它就是秋迷你高高呼 高力气不很大 所以是很适合践行的地方 再来的话 就是衣着 就是你穿的 穿着的话 最主要就是说 如果天气冷像秋天的话 你不要穿得太厚 穿的方式要 以洋葱式的穿法 什么意思叫洋葱式 洋葱我们不是 一层一层包的吗 那么你如果热了 就脱到一件 热了脱到一件这样子 那冷了就要一件 再穿回去这样子 你只要一感到冷就要穿了 一热就要脱了 因为你等到衣服湿了以后 再脱了 或是这样很容易感冒 所以注意就是衣服要穿 洋葱式的穿法 然后衣服要买那种快干式的 像我现在身上穿这种 就专门践行用的 它快干的 然后又可以保暖这样子 那太阳眼镜如果夏天的话 也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的话 只要是紫外线 射到你的眼镜的话 很容易 年纪大概五六十 很快就白内障 像农屋的话 农屋他们得白内障 的那个年纪都很快 而且比例很高 那再来就是防晒油 面部的话 你怕皱纹的话就擦防晒油 我最初的话都不知道保养 所以皱纹一大堆 现在我都有擦防晒油 当然防晒油注意 最好就是说一回来赶快把它洗掉 因为究竟那个 毒水里毛孔是不好的 可是现在有一些水溶性的 那种防晒乳液呢 再怎么说还是不好 最好就是说保养皮肤 我以我看很多资料之后 最好是保湿干净就好了 最多你干燥 加一点那种润滑润孵液就好了 不要再加一层什么化学东西在上面不好 因为防晒它总是化学的 那还有其他的装备需要的吗 如果说你想要吃热的那午餐的话 你就买一个一种保温的那种饭盒 不然的话山明是什么很容易 然后点心带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走路会比较耗体力 休息的时候 中间会有休息时间 大概十分十五分 你可以吃点心 或者分享一下你的食物 做做外交 做做搜寻 可是听起来好像很多东西 那跟你去健行 都要准备这么多东西吗 没有我只是这样子 事实上最基本的话 你如果说走Urban High就是市区里的话 一张鞋子就好了 然后一个背包 带你的午餐水够了 因为你走一走累的话 在市区里面走的话 你累的话 你随时可以drop out 你说我不想走 跟我讲一声 好你可以搭车马上回家了 或是你觉得累 你想要去那咖啡馆 去喝一个茶 都可以随时脱队没关系 那至于到郊外的话 当然你午餐也好 因为荒郊野外 你买不到吃的东西 那可能衣服就照我说穿了 并不会很复杂 那一般来讲说 如果说是刚刚开始 想要有兴趣跟你去健行的朋友 我想不需要一下子就买登山鞋吧 先穿着他们的球鞋 先跟着你走几次 应该是OK的吧 可以 如果说不知道喜不喜欢 怕买了浪费的话 你可以先参加Urban High 就是在我们大多次 ZTA这样大多人都 就半天的 半天的这种公园 你不要以为在市区 市区的景色也相当漂亮的 很多人老移民在那边三四十年 留学生在这边的老移民 参加我节目的活动 哇我怎么在那边住三十年 竟然不知道多人有这么美的地方 所以他们大部分就是忙着赚钱 上餐厅这样子 所以虽然在市区 你会得到很好的这种景色和空气 那我不晓得在健行上面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什么样的事项 或者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对啊 有几点我就是要呼吁大家 就是我们遵守健行者公约 就是说第一点 我们走在那种已经规划好的 那个小健行步道上面走就好 你不要自己到处乱跑 自己走自己的路 因为我们走路 我们希望说尽量保持原样 然后保持环保 你走自己的路 你干扰当地的那个地方的土质 你走踏上去会土越踏越硬 对不对 然后植物就生长会变样 然后动物它野生中会受你的干扰 有些小动物你是看不到的 像昆虫那一类 所以你最好不要自闯路径 实际上遵照了大家规划好路径 那个路径规划一定是可以看到最美丽 而且最好走的 不要自己乱跑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呼吁大家 我们都有些习惯认为说 教会这个野花没有关系 把它拔起来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 野花就会拔光了 对不对 而且这个野花有时候很不容易长出来的 所以第二不要乱折花木 不要骚扰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你知道就像你看到蛇 你不要怕多人都 安大猎神的蛇都是很小的 一条就像那种食指那么粗而已 因为天气冷 它还在生长 它又要冬明了 而且都没有毒的 它那种叫Gutter的时候 是黑和黄相间的 所以你看到不要干扰它 你就让它自己过 它也会怕你 很快就溜着了 然后如果是四七建型了 就是说注意要穿越马路 要小心双方来车 当然我会也会看着 但是你自己要注意 双方来车这样子 那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除了感谢之外 不要留下任何东西 留下你的感谢就好了 不要把垃圾什么 你带回家 不要认为这果皮 这个会被烂掉了 不要我们竟然还带回来 然后除了拍照之外 不要带走任何东西 比如说哎呀 这个石头是河边的石头 我们既然就做到 大家尽量不要把东西带走 让后来完全全然看到 你所看到的 所以听起来这个基本上 是一个功德上面的 一个期待跟要求 是是 所以说建型者公约 那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带狗出去的话 请你一定要把他绑住 带着那个 那狗牵着狗 不然他会到处乱跑 那狗他 你跟他讲他也没用 他都乱传 就是感到野生动物什么 所以跟你去建型 是可以带着宠物去的 对 希望你不要带那种 有攻击性的 那最好小一点的 不要让其他人害怕就好 那你一定要绑着带着 这样子 还有注意就是说 我们台湾来的很 一个现象是会穿高跟鞋来 请你千万不要穿高跟鞋 也不要穿凉鞋 因为凉鞋的话 你要踢到石头 或是擦到树枝 有个树枝在地上 你被擦到你会受伤 一受伤的话 我们就要处理 给你急救什么 整个行李就拖 耽误掉 所以一定要穿 至少运动鞋 最好是能够买一双 那个健行鞋 那还有没有其他 什么样子的一些事项 需要特别注意 或者特别交代的 尤其在健行当中 大概大致上是没有啦 但是就是我要跟大家 呼吁就是说 健行是一种最环保 最没有运动伤害的运动 因为你走路大家都会嘛 那只要你穿好鞋子 你走路看在地上 注意你的步伐的话 应该不会受伤 没有什么运动伤害的 然后它可以防止骨质疏松 因为你吃再多钙质 吃再多维他命D 没用的 因为你 我们人理是 use it or lose it 你用它或是失去它 你不相信 你看你如果你几天 你的手不拿东西不运动 你的手马上就没有力 可是你如果常常提重量训练 手就变得有力 有训练就有差别了 那么你要左动的话 因为甚至你的骨甲 需要支撑背包的重量 需要左长路 它就会流出骨质 不然你吃再多钙质 就流失掉了 所以去健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去帮助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骨头的密度 对 会不会增加呀 其实 骨质基本上不可能增加 流失掉就流失掉 但是起码可以保健 对 起码就是 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 是不是 对 至少就是说 你流失是尽量保持原状 然后不然就流失速度很慢 这个一定可以达到的 那另外因为健行的时候 你会晒到太阳 那么这个阳光就自然的吸收维他命 你吃维他命不一定吸收得了 晒太阳 皮肤接到维他命D 那种紫外线 然后变成维他命D的话 你那个对骨质都有帮助的 然后你们进森林里面 其实还可以吸收芬多精 对 要帮助增加一些负离子的一些循环 对 因为芬多精是一种树木 它自己保护自己自身的这种机制 它放出这种芬多精出来 让那些害虫什么没有办法清洗它 然后哪一只棵树已经有清洗的话 它放出信号来 另外一个是感受它说 哎呀我这棵已经有其他的精神 你们要小心 就是加长你的防护力这样子 然后阴离子的话是 你最好有溪边 阴离子产生到这样的下雨之后 或者说你有溪流或瀑布 冲泄下来的水会产生阴离子 那所以是不是下雨之后去健行 你试会最好呢 对 下雨之后是下雨的时候 所以大家要风雨无阻 不要 多伦多的雨之后 不是什么清门大雨 永远是毛毛细 反而更舒服 我喜欢更喜欢下雨天 因为下雨天呢 它这个阴阴的呢 不会觉得很热 然后拍照漂亮 因为不会那个曝光过度 因为大太阳眼睛睁不开 这还有那个美丽的考量 对对 你之前还说要给我们看 多伦多的整个四季的一些照片 那是不是现在让观众朋友们 可以看一看呢 还是你还有什么 想要让观众朋友更知道的呢 那我再补充几点好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自然是最好的治疗师了 因为他们一些专家研究呢 认为说我们人呢 注意力呢 一种强制性的注意力 譬如说你读书啦 看电脑啦 工作啦 你这样是强制性的 那这样强制性的话 就是说久了会累 然后你每天年纪下 你没有获得舒缓的话 你会觉得说 虽然到晚上了 你也实在很像在睡不着觉 你的精神很亢奋 没有放松下来 这个时候就需要靠大自然 来跟你治疗了 那时候就说 我们走路了 到家会走一走 就是让你松懈你精神 帮你治疗你那种 精神紧张的这种最好的治疗 所以大自然可以让我们 比较放松 对 所以说 你上了五天的班了 很累了 你精神很疲累了 你肉体上没有 并不累 但是没有得到解放 最好出来进行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住在多伦多 上次我有发email给大家 大家应该看报纸看到 多伦多是排名第四的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事实上 它那个 温哥华是排名第一 但是以我的排名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喜欢户外活动的话 我觉得多人都反而适合 因为第一点它气候好 温哥华一年三百天下雨 三百六成三百天下雨 多人都下雨的话不多 而且就是毛毛鱼 一下就过了 而且地势平坦很容易 那个走 那树木森林的话也很多 就是说 再来就是说 我想有 就是说让我们华人养成一个捐献的习惯 因为我们有贡献 人家才对你尊敬对不对 那我们不要认为说 好像捐献的话 好像我给的钱没有拿到东西一样 那如果大家这样想的 就把它当成说 你参加我的建型 我当导游 你那个钱是给我的小费 那我小费帮你捐出去这样子 所以因为这个对我做 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事 第一个你做好事 第二点的话提升华人形象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有意义就是说 希望把这个 这个活动呢 能够推廣到全加拿大各个都市这样 所以有兴趣的人的话 跟我联络 那你要训练很多的那种代理员 对 我训练一些志工这样子 那说不定我会把这边的工作交给他 我自己移民到温哥华或是Calgary 或是Winnipeg 或是Kuivik 你就跑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是我希望 甚至于推广到全世界这样 因为这个活动是有很有意义的 第一点可以鼓励大家健康 第二点节省医药费 减轻政府的负担 你健康 那恐怕不只是政府的负担 也减轻很多自己或者家人的负担 对 提高生活品质 是 那现在是不是给观众朋友们一起看一看 你说这八九年造的一些多人多的 四季的这些景象 对可以 我想这样子的 我先放一个DVD好了 我先放DVD 因为我累计这个八九年造 全安大略省的景色 我把它分类 分成春夏秋冬 然后我配上维瓦地的四季交响曲 做成一个DVD这样子 我想先我们 因为冬天大家比较少到户外 不知道冬天外面景色也是很漂亮 我先让大家观赏 你冬天有做吗 有做进行吗 你的进行时间是什么时间 我进行是这样子 就是说每年四月到十月这样子 那因为冬天的话 第一点冷参加人不会多 第二点冬天有风险 因为雪会把那种有洞的地方 或是山谷什么盖住了 不想一脚踏下去的话 发生危险 所以冬天我不敢带大家 但是我自己本身有走 所以我走的时候 我有拍照下来 所以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看 马龙在冬天造的多伦多的一些景象 基本上都是多伦多的吧 还是有附近的 这个安大略省 以安大略省 还不止在多伦多 对 安大略省有一些在魁北克的 哇 到魁北克 那魁北克应该是更冷了 比起家 比起我们多伦多来讲的话 冬天的话我没有 冬天好像没有到魁北 我这个春夏秋我也到魁北克去 是 我们一起跟着马龙的这些 这个 他的整个的 这些影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多伦多 不止 安大略省 安大略省在冬天的一些景象 看到 现在这个就是说 安大略省冬天建行的景色 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是 安大略省 下面 应该有一点溶解的 浮沛在上面 那天鹅已经飞回来了 从南端飞回来了 这是安大略省的哪一块 这个 这个是在那个Central Island 中央岛 这个是在中央岛上面的景色 所以你冬天的时候 你也到中央岛去了 中央岛上啊 很危险 你自己认为 看了不要自己去 你要去 一定要有这种 这是瀑布吗 这个是在Milton 这个都在郊外了 这郊外你看哦 它这个一个斜坡下去哦 是 那 郊外的景色 这个怎么只看到部分 没有办法 因为这样你看不清楚 这个都是在郊外的景色 是 那现在想的 因为就是正好是 维瓦帝的四郊 东之交相区 那上面的英文字是 他为这个音乐 他配上他自己的诗句 是你配的吗 不是是他维瓦帝自己写的诗句 维瓦帝自己写的诗句 然后你把它放在里头 对 我画上 那这个几句 现在就没有了 那这里是 什么地方 这个的话 是在一个叫做 Scotdale Farm 一个农场 郊外的农场 这个就在 Central Island 照过 也看到 西安陶尔 看不太出来是冬天 那个树还是很绿 没有 那个没有树叶的 那是枝干 天很蓝 我很多人 多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天蓝 然后空气情形 跟起台湾比起来 非常不一样 台湾的空气是很污浊的 对了 因为台湾问题是 台湾整个岛 百分之七十是山地 然后剩下三十的话 又不是每个天 可以住河流山谷 对不对 所以人跟地争 那变成过度开花 然后人住得太容易 真的是 这个红的是什么 这个是一种果子 冬天还在 还有吗 对 它变成凝固 没有掉这样子 所以冬天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很特别的样子 对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多人多的话 就是好像四季分明了 春夏秋风很分明 一季节一换就是换了 是 所以它可以很明显看到四季不同的景色 是 所以基本很多是在中央岛上造的是不是 不是 上央岛有几张 这些都在 很骄傲 在开车一个多钟头的地方 所以在多轮多之外 一个多钟头的地方 对 但是如果冬天要自己走 这些注意一定要带冰爪 脚上要绑着冰爪 不然一滑倒不得了 就是下面有那个像牙齿一样的东西 是放在鞋子上的 鞋子底下 绑在鞋子上面 然后下面走 因为那个很尖位 抓住那个冰 不然那个走 大家如果说滑倒的经营就知道 一滑你跌倒人家不知道你怎么跌倒的 那你寸步难行 而且很容易受伤 是 所以冬天要践行的话 其实需要装备会更多 比如说现在画面上 我刚才过 我刚才那外面很冷 那皮肤冻了就 差不多冻这样 所以我带着那个 好像是啃布分子戴那种面具 那都是两眼睛而已 是 就太冷了嘛 那个都是在零下的 对 那像这个的话 树枝上都积雪 因为松柏长青嘛 只有松柱跟柏树是 还是有叶子 那血就积在上面 这个就是一个 叫Skate Farm 就像我们看 这是你吗 对 这是我 这个冬天的时候戴着户尔的帽子 他那个农场很特色 就是像我们飘 有没有 我们那种电影飘 上面 Gun with the wind 那一个场景 他那个农场的样子很像 叫一个装 叫那些工人吃饭 叫黑龙吃饭的装 所以冬天还是有人跟着你走嘛 要不然谁帮你照相 我跟着他们白人一起走 是跟白人去 所以Bruce Trail 他们还有继续 还是有活动 是的 那这样子就是说 如果不参加你的活动的话 也可以参加Bruce Trail的 对 大部分参加我的活动 然后 你可以upgrade 就是说参加白人 因为我的活动是多目标的 因为观光 又可以聊天 增强知识 互相交流 然后又均信 他们Bruce Trail 他们就是纯运动 走得很快 他们也没有留下来看风景的 也没有解释 也典故什么 所以 我原来说可以走的 我觉得他够壮 我就建议他参加Bruce Trail 那Bruce Trail的东西 你就可以做了 他们没有最level1的 有也是有level1的 就是说还是有分level 但是他们level1 就是比较稍微难一点就对 相对来说 对 你说他们走很快 到底是快到什么程度 他们如果说level3 大概一小时 大概走五六公里 那起码都差不多走到四公里 我们一般散步的话 大概是走多少公里 散的话就看个人 一两公里也有 两公里 差不多两公里 两多公里 那你的大概是在哪里 我的level1 走大概差不多三公里 三点五这样子 那我的level2 大概差不多四点五公里 这样子 OK 所以你的活动上面 也都会有标明 这是初级路线 中级路线 还是高级路线 对 我会说明说 这个什么呢 然后你着任自己的体力参加 是 是 这个是冬天的景色 那我们那个 过来我们再看一下春天的景色 春色我让你看我网站上的 比较清楚 是 那在网站上面 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节目里面 你也跟我们介绍 介绍过了你的网站 Charity Hiking Club 行葬建议 Angel Angel.com CharityHike.angel.com AngelFire.com 所以 不晓得 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上去看过了 如果你们有看过 上一集的节目的话 然后 有时间的话 真的可以上去看看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然后呢 你对马龙会更了解 知道他这一个健行团 在做些什么 有兴趣就跟着一起 现在正是多伦多最适合健行的时间 跟着一起去参加你的活动 对 多伦多最好的时候 就是春夏秋了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 春天还是冷呢 我现在介绍春天的景色 春天事实上健强 因为一走路会热 春天太阳又不大 然后这个花的开 野花开始开很漂亮 我们看到这一个是春天的 这是在哪里啊 这个是在一个 在家开车到一个多小时的 那个Berrington的一个小镇上面 Berrington的小镇 那这个是今年五月 今天我又带去 那个 看那个野花的 的健行 我让你看一下 他这个 那一天我们正好有经过 一颗那个神木 这个是White Oak 已经有三百多岁了 白橡树 白橡树 那我让你看一下他的那个 警示好了 所以你每一次的活动 你都有把它做成纪录片 放上来 放到你网站上 对 我就是说 好的警示 然后有人参加 我至少就给人拍一张照片 让他们回味 这样子 可以留下记忆 对 这五月所以 这个预厅已经开了 那这个是一个农庄 农庄它留下来 那个古房子 那这个现在 这一张图片两旁 这个都是 这个就是安大略成的神话 叫Trainin 我们那省政府的那种 logo 就是以这花 这种 三角形的花 这样子 那这种 这种野花叫 May Apple 它下面结个像 它是五月会结成 像苹果的东西 叫May Apple 那白色那 这个叫做Mashin Bay Marigold 就是说 它长在沼泽的地方 开金黄色的花 它就在沼泽的地方会长 所以他们都有水 那这些是刚长出来的Firm 就是这种绝类的植物 这样子 那这个春天的水很亮很大 所以河流很多水 这刚长出来的绝类的 那这样子渐行的路径 它树叶子还没有长齐 所以阳光照得到 等到夏天的时候 除非中午 你这个小镜上都照不到阳光的 那这个是苹果花 哇 这是春天的 对 这个春天 那夏天的呢 夏天的 好 然后这个就是变种的那种 Underlaced神花 这个都一些野花 是 那我们可能时间有限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个夏天的景色 夏天我们看2008年8月的好了 夏天的景色 春天跟夏 那四季比较的不同在哪里 可不可以稍微做一点点介绍 四季的花 它们的差别 因为我们建型 外面都是一些野花嘛 是 所以野花它轮番上场 对 除了不同的季节 春天春天野花 是 春天春天野花 夏天夏天野花 秋天秋天的野花 颜色上面有没有区别 在不同的时间 大部分都是白色或是紫色 野花比较以白色紫色为主 对 但是花种不同的 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夏天的景色 夏天 夏天的话 这次是我们去栽 因为这个七月 我们去栽樱桃的时候 那马上来的就七月了 你现在有办要栽樱桃的吗 七月中或七月夏天会去栽樱桃 所以这个是夏天的景色 夏天的话 你看树域都长齐了 很阴凉的 那这种瀑布 溪流都很漂亮 整个绿的都出来 那这个景色 秋天的话 那叶子刚长出来 所以那叶子长出来很翠绿 但是稀稀疏疏的 春天的是比较稀疏 那夏天的话是墨绿 然后叶子叶片很大 那已经盛开了嘛 差不多是 对 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天 我看一段录影 一小段录影 所以观众朋友们有兴趣 就可以上马龙这个网站上面去看 这个八夜的时候 我们就虽然是都市 你看你不会觉得这是在都市里面吧 事实上这个就是在市区里面 市区的公园吗 市区的公园 对 你看这个立案 所以多人都号称是 City In The Park 对那天下雨 你看下雨还这么多人参加 你就知道 我这活动 这大家很喜欢 是 他们来上瘾就不会风雨了 那这一条路走 走到后来就参加 因为我们八月的时候 每一年都有希腊节 对不对 是 后来我们走完以后 就参加希腊节 所以 所以又践行了 然后又去玩大了 对 那秋天就是特色 那个最主要的 我们现在就开始要准备 要上风了 上风 那开始慢慢凋零了 那个颜色刻开始变黄 变得比较红 秋天的话 这个大家是绝对不能错过了 因为加拿大就是枫叶出名了 那 我给大家看一些秋天的景色 是 所以春夏秋的时候 你都有办活动 就是冬天的时候休息 对 但是冬天的时候如果真想 还是可以跟着Bruce Trail去 是的 那冬天如果真的很想去可以找你吗 或者请你提供一些建议 什么地方可以去吗 我觉得冬天还是不要自己走 因为太冷了 还是最好 跟着队会比较好 对 像这个就是 这个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你看这树叶全部变金黄 你看这种配色 这个全部变成是不好看 那70%的话 还有各种颜色对比 你看这个倒影多漂亮 好 金黄色的 这个 红的这个 这个漂亮 那这个是一个 有钱人家 他的cartage 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开车要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所以你每次 每个月两个活动 一个活动是在市区 是半天的 一个是全天的 全天的 就是离市区 大概通常一两个小时的活动 因为不可能太远 太远的话 来回就时间占掉 没有时间去 你有没有想过 要办过夜的 过夜我觉得比较复杂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所以目前最多 是一天的活动 因为一天 大家不要教练什么事情 你早上 把午餐准备好 就可以走了 一天要教练 这个教练 那个小孩子教练 我觉得参加 应该不会多 这是什么 这个是胎的木头 长出来一种 一种香菇类子的东西 很特别 有点像林芝的那种感觉 我看给他看一段录影 因为录影的时候 可以留下当时的声音 还有当时的感觉 是 摘苹果 对 我那天安排 就摘完苹果 摘森林渐行 所以一间两故 一时两鸟 一时两鸟 那你每一年的活动 都会变换吗 还是说每一年基本上有一些是 差不多类似的活动在 我会每一年加一新的路线进去 那有一些都好路线 我再重复 那所以基本上只要到你这个网站上面 都可以看到你过去历来的一些活动 对 因为我之前 2006年之前的话 我电脑当机 没有被问起来 那资料都毁 我也没有 那个太后卫精神 不可能再重建 但是之后我就有做被问起来 所以你大概从2006年之后都可以看到 是 不过大概你整个健行的一个活动的概况都可以了解到了 对 今天非常谢谢马龙 马龙再说一次你的网址吧 你自己的email 一个可以上去 angelfire.com 可以看到 它前面 行善健行团 对 就是说大家注意不要加个TripleW 就是HTTP 冒号双斜线之后 直接就打 CharityHikeCloud 行善健行团 .angelfire.com 但是我想如果你 你刚才就写个email给我 我就回复你 最快 你就写 me325 atheartmail.com me325 heartmail.com 是的 是马龙的email 最容易 你有任何问题 想要跟马龙联系的话 就可以透过email跟他联系 好的 没问题 你可以打电话给你吗 有没有电话 或者是用email是最方便的 我看用email 因为我回你也用email 大家都书面上很清楚 讲的人写 或者写错了 是 OK 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麻烦你 打 写email给马龙 那今天非常谢谢马龙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观众朋友们的观众朋友们的视频